大家好 來,各位觀眾 這個 綠鏡寶箱 老天已經存了114把鑰匙 我們把它開一開喔 我記得我之前開是超好運的 怎麼好像這次有點衰啊 好,沒問題 再下一關 他這個大獎 大獎全部換這個 麗莎碎片應該是最划算的吧 好,再來 老天都是拆外圍的喔 其實這個真的是蠻好中的耶 有新的 這個 這個我都滿的啊,這個完全沒有用耶 好,我們繼續拿碎片 其實坦白說 他這個中獎率真的是蠻高的耶 而且都在外圍啊 各位觀眾啊 你們有沒有發現他這個都在外圍耶 這樣我的麗莎可以幾星啊 哇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老爹的麗莎 還差 還差25片就可以升五星喔 好,先這樣擺著 那麼 我的劍八怎麼跑到第二名 火燒的雞毛是吧 派出老爹 引以為傲的劍八 直接輕鬆帶走 應該沒問題吧 六萬七 不夠看 唉唷 好 好,輕輕鬆鬆 結束比賽 那麼 老爹這次比較倒楣啊 巔峰賽 我在八強就遇到盤子烘了喔 坦白說我真的是有夠衰的衰耶 唉 唉 支持率還有20% 也不簡單啦 這個 盤子烘打這個 這個誰啊 泰酒堡沙野香喔 他是全勝的喔 全勝的喔 那麼老爹打這個Milo 是有 唉 阿不對 老爹打Milo也是全勝的喔 可是坦白說啊 老爹對上盤子的勝率真的是比較低喔 我們先來佈陣一下 我打算出奇招喔 好來 出奇招的話 技巧克防禦對吧 技巧克防禦 然後後面連白 兩隻防禦 就是這樣子 然後技巧克防禦 後面連白兩隻防禦 好這就是老爹的戰術了 能不能隱為也不知道了 然後 攻擊攻擊防禦 好 就這樣啦 進人士聽天命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老爹打這個Milo 我沒有全勝啦 我有輸掉欸 好 我們來看一下老爹挑戰這個Milo 到底老爹的劍八能不能斬掉Milo的這個 亂局 史上最硬的角色 也不是史上最硬啦 目前版本最硬的角色 如果連Milo的亂局我都斬不掉的話 就不用談盤子的亂局啦 好看起來沒問題 Milo不知道有沒有派劍八欸 好沒問題 好沒問題 劍八打這個防禦型的果然是沒問題的 好 老爹的劍八 25萬 再來 直接連砍對面兩隻防禦 沒問題 他這個春水有點痛欸 看來老爹的劍八最多只能帶走 帶走一隻欸 欸 差點直接帶走兩隻啊 所以劍八還是很強喔 直接帶走兩隻欸 靠腰 好沒有 商店老闆 商店老闆專打防禦型的 因為他是技巧型的 好沒問題 好沒問題 那麼老爹這次的佈陣呢 是有點出奇招喔 到底能不能打贏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盤子紅實在是太難打了 好看起來是輕輕鬆鬆 好 這個慶典一戶打這個 單挑也蠻強的欸 好不過還是沒問題 欸 險勝啊 辛辛苦苦 結束比賽 然後 這個夏日營喔我覺得他打 我覺得夏日營打這個單挑賽沒有很強喔 所以我沒有放 欸我有放夏日營欸 我覺得夏日營單挑沒有很強欸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自己是覺得夏日營單挑沒有很強啊 不過老爹的夏日營練度也算蠻高的 好一個大西瓜30萬 唉唷差點直接帶走 好沒問題 那麼當我們的夏日營對上防禦角呢 哇我沒有對上防禦角喔 我的夏日營也是對上技巧型的角色 那就被克制了 看來應該是帶不走他的商店老闆 感覺 感覺商店老闆單挑來說還蠻強的欸 唉唷還是帶走 欸那看來夏日營是可以的喔 好對上對面的藍藍 大概直接就被一招帶走了 好沒有 欸那夏日營的單挑 比我想像中的還強欸 好沒問題 那麼就這樣子配啦 希望能夠 打贏我們的盤子Home喔 就是這樣子配啦 能不能贏就看臉啦 好 然後 今天我們來挑戰我們的極限挑戰 很多人跟老爹說 把這個 斬月喔 賭整個斬月的這個復活喔 好來 那麼我們就給 我的防禦裝在 順水身上 反商裝啦 反商裝 給我們的斬月裝上去 好那麼這樣子 我們只要賭機率喔 賭到我老爹這個 斬月的這個 致命不死的這個機率 觸發也許就能贏喔 好來 有沒有辦法 兩百層 氣是全滿的 我看大家都說先普攻欸 先不要讓他有怒氣 哇他打錯欸 這個反商不夠力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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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一下能不能降他的怒氣喔 好像沒辦法降他的怒氣欸 降不了他的怒氣欸 斬月也降不了他的怒氣欸 哇那這樣子 只能賭斬月的復活啦 斬月的不死啊 撐住 哇 還是不行欸 這個到底要怎麼搞啊 我們再試一次喔 也無法降低他的怒氣啊 也無法降低他的怒氣啊 那就要賭這個 斬月的不死啊 致命不死一次應該就贏了 看看能不能觸發一次就好 可是我怎麼感覺都不會觸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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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看能不能觸發 觸發一次假人 欸有啊我剛剛有看到假人啊 我剛剛明明就有看到他觸發假人啊 怎麼還是倒啦 欸靠腰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剛剛明明就有觸發一次假人啊 欸 欸 你們剛剛有看到吧 我剛剛有觸發假人啊 可是怎麼還是輸啊 啊不是假人啊 靠腰 不是要觸發假人啊 是要觸發斬月的這個不死喔 可是我怎麼從頭到尾都沒有觸發過啊 奇怪這個 這個斬月的不死到底是 好啦我們這邊還是沒有人挑戰過喔 老爹想想看怎麼打 那麼記得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